歡迎收看東橋開箱區 我是包伯 我是文 我們在大阪的OmiyaGi店買了五款 看起來就非常大阪的紀念品 我們來幫大家挑選看哪些是好吃的 接下來我們要開箱的這個是 大阪燒的罐頭 上面附了很多包的醬汁 有點像泡麵 一包是大的醬汁是這一個 然後還有一包是 喔!另外一包是柴魚粉 然後還有另外一包就是那個綠綠的 應該是海苔粉的那一種 整個拿出來的話 就是一罐完整的罐頭 感覺吃起來並不是那麼方便喔 對有點麻煩 而且這個產品是要微波對不對 嗯!對 有那麼誇張 太舒適的味道 噢! 是吧 還倒不出來 吸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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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裡面是兩片像那個麥當勞肉餅一樣的 而且他聞起來 好臭 這個麥香就有問題啦對不對 這個是乍看之下有點像早上今天漢堡了 但是你就是現場來實際看你會覺得不太舒服 而且這個味道真的是受不了的 我希望啊就是電視器前面的觀眾朋友可以聞到這個味道 真的是史上最臭 就是像蔡波能放兩個禮拜的那種臭生味啊 對啊 可是應該是我們開箱過史上最臭的東西 但是這個醬子是沒問題 這醬子本身就是大阪燒的醬子 這個品牌 希望加來可以蓋過這個 對對對 就是一種 那個 去腥解膩 對啊 好接下來呢 再給他加入就是原本應該很令人興奮的 跳舞的柴魚片 但是呢 我現在一點都興奮不起來 對 我只覺得 為什麼youtuber總是要這樣整自己 我也搞不太懂 我們不這樣做的話就沒有view 雖然我們做了可能還是沒有view 就像沈玉琳為什麼都要整一人對不對 對啊 這其實各種有他的道理啦 對啊 但是我們整自己 對對對 那合併呢 對 憲哥玉琳 合併呢 相間合太極 對不對 哦 這像鉛筆蟹啊這個 FASCO的話 我們來加入這個綠綠的海苔粉 料理就是色香味 這全部沒有 這個就是有味道很臭 然後很多顏色 那吃了可能會好散 嗯 好 這一道耳親的地獄料理就完成囉 特製大阪燒肉餅 已經變肉餅了 我懂嗎 Cheers Mike Cheers Bro 起司 好 我說實話 它的口感雖然爛爛的 但是比我們之前吃過的那一款 就是 章魚燒爛泥 嗯 要好吃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有煮過啦 對這個熟食 就是有熟食的印象 剛剛那個就是我們在吃那個章魚燒 就是冷的章魚燒 好 很噁心 然後這有加熱過 然後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它 Sauce的味道 把那個剛剛那整 噁心的味道改過去 總之呢 如果這個滿分五分的話 我給一分啦 0.5分是它的醬汁 然後0.3分是它的創意 然後0.2就是它的味道 如果這個滿分是五分的話 我會給它零分 因為 它吃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你還要耗費功力去 微波湯 微波湯完之後 沾了醬 沾了醬之後 這些東西全部都要丟 然後你還要洗盤子 那我覺得 等於做白宮 現在吃這個太郎的鮮貝啊 刷子 然後醬汁 還有鮮貝啦 首先呢 我們先把一個 太郎的Sauce鮮貝拿起來 鮮貝在這邊啊 接下來我們就 Sauce醬打開 再把它 塗抹 然後 然後就是一個 看起來還不錯吃的 醬油鮮貝啦 醬汁蠻酸的 它這個 鮮貝好像 上面有一點辣的 對 微辣微辣 有點辣的粉 加上這個醬汁 讓整個鮮貝不會那麼乾燥的感覺 反正就是讓你 嘴巴裡面有點濕潤 而且我覺得啊 因為它這邊配著醬的量 應該是一個對應一個 那我們剛剛是把一包 分成兩份 對 所以我覺得啊 如果是一個 然後沾滿 然後下去塗的話 應該味道會更夠 我覺得 是嗎 那我們就試試看 而且它這個鮮貝啊 這應該是有蝦的味道 對 它這個吃起來更像蝦 你看 我覺得這個 這個鮮貝我給它評分滿高的 嗯 真的真的 它吃起來 吃得到蝦的味道 然後它不知道 加了什麼 就是有一點點辣的 辣的粉或辣的調味 然後再上這個 線塗的這個 呃 醬 然後下去刷 我覺得是一個 又好玩 又好吃的一個點心 對呀 稍微就是 治癒果子一下 嗯 嗯 對 然後我吃 這次是把所有的醬子 都抹在上面 應該吃起來會有 更有味吧 好 吃吃看 我覺得 大阪的感覺 在我嘴巴中滑開 哇 這個 這樣子加滿 真的是超好吃 這個是 多拉 A夢的 print cookie 這個看的都捨不得吃的 你看有沒有 這個超可愛的 我吃的是小叮鈴 我吃的是穿那個 這是將軍的衣服的小叮鈴 好 吃吃看 我料想的差不多 就是非常 平凡無奇 有點像牛奶餅乾 然後 沒什麼味道 但是送你應該還滿開心的 因為上面很多都愛 跟小叮鈴 送小朋友吧 對 這種東西不會太甜的話 對小朋友應該負擔也不會太重 反正就是普通 2點5分 2點5分 接下來呢 這是新齋橋的 巧克力派 Memorial Pure 巧克力派 這是上面有 灑一點糖霜 派皮本身是 屬於脆的 這個是 巧克力的內餡 我本身覺得它還滿好吃的 但是呢 有一種就是介於 便利商店賣的零食 再好吃一點點 這樣子 它跟台灣有一款那個 餅乾 想到忘記名字 總之它就是那種 外面有裹那個糖粒嘛 甜甜的 一吃下去 然後 裡面那個餅乾 有點像千層酥 那種派皮 然後裡面再加一點點巧克力 台灣有一款餅乾就是這種 但我覺得 台灣那一款做的比這個更好吃 因為它 外面更甜 然後裡面更酥 巧克力更甜 這 味道比較 平一點點 我覺得 這我給三分 差不多 最後 我們要來看 就是這個傳說中連續 六年獲得獎賞的 大版諾卷 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它這個包裝 其實算蠻有誠意的 它這個紙啊 紙的紙摸起來還蠻厚的 很像上面也有一些那種 看起來很日本的這種 就是繪畫 所以可以看到它有12345 12345 25個大版諾卷 好啦 這個大版諾卷 拆開來大概是這麼小一個的感覺 第一個長得很像年輪蛋糕的感覺 然後我捏起來的話 也是有一點那種蛋糕的感覺 裡面應該是奶油 我們就直接來試吃給大家看 好吃 就是真正的一個有用心去製作的紀念品 好吃好吃好吃 這個真的是送禮物 我覺得非常的棒 收到人覺得包裝好看 然後內耳物那個內包裝也好看 加上它好吃 它的口感啊 就是跟我剛剛講的有點像 你如果有吃過那種 千層年輪蛋糕的話 它的那個 那個外面這個有點像 麵皮或蛋糕皮 吃起來過來就真的很香 只是它有一點點嚼勁很綿密 但是咬一咬就會融化 然後裡面它那個內餡不會太甜 很香 這是不是能夠當成 大阪的東京芭蘭蘭呢 我覺得有機會 我覺得它的好吃程度 我覺得不出北韓道練 就是以紀念品的小點心好吃程度來講 這個應該是吃過 算數一數的 這個滿分五分啊 我給這四點五分 我也差不多 這個不愧是連續六年 得獎的 大阪No Jam 好不好 所以這款應該會淪為我們今天 有可能就是最推薦的 大阪的紀念品的小食物的第一名囉 那我們就公佈我們覺得最好吃的 大阪特產啦 看我們做完這是什麼 也只有一個產品 所以當然就是 大阪的捲啦 它是我們兩個一致認為是第一名的今天的紀念品 但是大阪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圖產 我們今天只做五個 大家其實可以去好好去挑 好好去買 好去比較 選出自己心中最喜歡的圖產囉 我是寶寶 我是文 那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